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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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經常講STEM 在拔萃我們叫做 I&D Innovation and Design 創新與設計 在拔萃課程中 是不難融合的 因為我們的老師無論在電腦方面 或者在科技方面 或者工場方面 其實他們的技術都很好 這隊的老師走在一起 其實就和同學一起合作 這個課程我想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著重過程 而不是著重的結果 始終我們講一些 中一到中三的同學 他們最重要是有同理心 去了解問題 用心思去設計 其實每一步都一直盯著他們 二十一世紀的教育 其實我們是希望學生 去關心社會 所以他們要將他們學到的東西 去幫社會解決問題 我們很感恩 會得到足夠的捐款 令到學校可以有一個新的D-Lab 有一個新的I-Lab 也都添置了很多新的軟件設備 可以去實現了我們這個 開辦I-MD這個課程的一個夢想 因為學生當他們要幫社會解決問題的時候 他們除了要有創意之外 亦都要有設施設上的配合 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生 在我們這些新的設備的支持之下 令到他們可以發揮到最大的創意 令到他們將來可以更加貢獻到我們的社會 我在2016年的時候 校方指示我去發展一個新的課程 去配合這個Steam Edication 我們就決定了用Innovation and Design這個名字 這個學科以設計與科技為一個骨架 亦都會聯同其他部門 包括Physics、Chem、Bio、IT等各個不同的部門 去聯手發展一個新的課程 給中一至中三的同學 其實我們發展這個課程 主要的目的是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 包括他們的批判性思考 和他們的解難能力 同時間亦都希望他們可以關顧社會 發展他們的同理心 在中三我們想更進一步 就帶他們步進社會 所以我們會安排他們做一個義工的服務 而所有的中三同學 希望他們通過義工的服務 可以找到一些問題出來 而貢獻這個社會 讓他們的知識 在將來也可以再貢獻這個社會 這就是我們學科的主要精神 當學生收到雜作之後 很多時候都不夠時間做 我們就要在其他時間OT時做 其他OT時間反而去參加課學動 課學動是一些機械人比賽 他們有興趣的 就真的會在這裡出現 這班人就會代表學校在比賽 在香港也都去外國很多次 也都獲得不少獎 其實男生有個特別的地方 他們喜歡去做 喜歡去想 所以我們就用正向的價值 去 drive 這些東西 譬如他們的同理心 我們開始的時候 譬如中一的時候 老師教了他們一些技術 或者技巧 然後他們就出去不同的地方 去不同的自願團體的地方 或者老人院 看看他們的需要是什麼 我們回來就鼓勵同學 設計一些解決問題的方式 給他們 一些產品給他們 對方的快樂 Eduardo нами 蹊躍 Hello 我們有場哦 功夫 轉一位 著原來 後